哈喽大家好,我是爱吃坚果的陈贝贝 这期视频咱们又来挑战新模式了 陈贝贝又来找虐了,这次是准备去哪里挨打呀 大嘴,你知道吗,这个模式就和你的嘴一样 一股子的大蒜味寻人 不可能,我们僵尸最讨厌的就是大蒜了 我怎么可能背着我的家人偷吃大蒜呢 我爱吃大蒜的这一点,我还是知道的 不然你们僵尸也不会一个个诠释这种嘴脸 这期挑战的模式就是大蒜天 整片天空都飘散着一股浓烈的大蒜味 瞧我把你们一个个给熏打 既然都这么难说了,我也就不折磨你们了 就让我来送你们全部离开这个地方吧 这僵尸怎么还到处跑啊 这让我还怎么放植物来制裁你啊 不管了,每个地方都放一个输出 就不信你还能躲过去 嘿嘿,这下管你怎么吃披萨味都逃不过了 到嘴到嘴,我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什么秘密啊,正经 我发现这里的僵尸貌似都不吃植物 看是被这大蒜味给熏得面味绝了呢 这不是很正常的现象吗 难道你吃了难吃的东西还有胃口区区好吃的 有后,踩车都过来了 这女子飘逸的车技可别再这丢人见眼了 快回家拨连连车技争取跑个驾照吧 还来了个篮球队教练 就拼命的给我丢篮球是几个意思 我可不愿意加入你的篮球队 后来给她 observation 2 2 3 0 3 提醒 1 ג 1 不剩你的大 但是 你这些金币 我可就不会还给你咯 你太坏了 不加入他们的篮球队就算了 还要贪污他们队最后的经济 这可让我们僵尸篮球怎么活呀 这可不能怪我 都是他自己硬塞给我的 不信你自己看 就这发钱量 你跟我说篮球队没钱 这可你呢 你信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看来得找个机会去调查一下 他们篮球队 居然有这么多金币 还在这给我喊球 挂了 我就打发死败 早点送你们回家吧 这样你也好去清理清理 你们僵尸群的人才吧 嘿 走的时候 还不问贿赂我 这次真是赚大方了呀 说